- 重新錄一段 大家好 我們是 - 重新錄一段 我是 Rolissa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快呼之欲出了 那我還是Kelly 我先是木炸楊丞リ 诶天临 杨晨色真的住木 flor 然后那个是假的 什么是假的 另外一位木炸杨晨色是假的 谁 就真的杨晨色 那你有在街上遇过他吗 你只是在街上遇过他吗 我开窗是看的到他房间的那种 是假的 se假的 什么 哇 这么近 那他不是也住木 users 他是你邻居 对 他是我邻居 没有到那种那种不善邻居的不同社区 是看得到他的那种吗 嗯 他应该会关窗帘啦 但如果我变态一点看得到 可是你有想看吗 我没有想到 我希望大家尊重藝人的隐私 我只是不小心發現 你只是對女生沒興趣吧 對 我只是不小心發現她住 這個週末泰妍跟艾芙來台灣 對 昨天 對不對 可是我有聽說泰妍那場演唱會 就是好像他最後演唱會結束之後 因為那個粉絲都會有應援 可能會舉一些牌子什麼的 然後他就想要工作人員出來幫他拍大合照 結果叫了很久 SM的人都不出來拍 他也就是酸了一句說什麼 看來相機很貴吧這樣子 然後最後出來拍的 最後在IG上PO的那張照片也根本就沒有粉絲 反正就PO了一張很爛的照片 然後最後發現泰妍的IG 就退追那個SM的官方帳號這樣 那你知道我們今天沒有要聊K-POP嗎 對 我忍很久了 不是有那個粉絲說我們的定位不是K-POP 我們是K-POP 對 我們是K-POP 我覺得他很有創意耶 最近不是很多人說那個柯文哲的支持者是什麼 柯布林 柯布林 這個也很有創意耶 這個脈絡是什麼我沒有跟到 柯布林是一個種一個族群 一個一個 一個神話很像精靈之類的東西 但是他就是反拍 然後長得很醜 然後什麼眼睛是紅色的 我們現在是在說柯布林喔 我們不是說的 對對對 所以是柯布林 欸是哥布林還是柯布林 哥布林 原本 不好意思 哥布林是哥布林 是哥布林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有一些 在台灣變種進化成柯布林 沒有還是哥布林 柯粉好多綽號好羨慕喔 還有哪些啊 我們都只有1450 我們有什麼塔綠班好不好 我覺得講塔綠班 真的很沒有國際常識 對啊塔綠班很噁心耶 就是你就是很像在美國開納粹玩笑一樣 沒錯 我在想說所以哥布林有好聽嗎 不是因為跟他們講 因為1450或是柯粉 或是以前大家講什麼 藍腦或綠區 他都是比較針對你這個政治脈絡下講的東西 可是塔綠班就是在開那個塔利班的玩笑 就是拿恐怖主義開玩笑 對然後他們是一個殺了這麼多無辜平民的 而且這個週末 好先講一下國際大事好了 是什麼國際大事是什麼 就是原本俄羅斯內戰啊 潛艇喔 好難 你是說爆炸的那個 內爆那個 就是俄羅斯原本說 原本說什麼要內戰要反攻莫斯科 然後每個人那時候都要熬夜不睡覺 就是可能一早醒來普丁就會 爆米花都買好了 對啊可能普丁就會被倒台 結果沒有 對啊結果反悔 不是有說要專機飛出去嗎 沒有那好像是假消息 跟柯文哲說要重啟浮帽一樣是假消息 單講宋美玲搭專機逃去美國是真的消息 對啊柯文哲說要重啟浮帽 結果他們自己民眾黨的立委又出來說是假消息 到底是怎樣 沒有他們他說是假消息 然後後來柯文哲又說 那是我們內部的討論 所以到底 他說怎麼會出去 所以那就是你們有人說出來了 我覺得比較好笑的是 在柯文哲還沒有出來包牌的時候 我等一下在解釋什麼是包牌 就是那時候柯粉們就瘋狂的在講服貌多好啊 對啊 我們要讓中國人來台就業 讓台灣人領高薪啊 你在想什麼 想的美咧 然後柯文哲突然就說 喔這假消息 你叫那些柯粉要如何 就洗地洗到一半 突然有點尷尬 那我現在看起來我覺得柯文哲就是 他對討厭民進黨的人說的是 這是民進黨的假消息 然後他對他覺得他有可能會吃到的台派票 講的是 喔這個我們還沒有討論 只是可能會這樣做 他說他的做法會是什麼 就是先做 先有那個啊 怎麼兩岸人民監督條例還是什麼 但那個兩岸監督條例啊 當時太陽花的時候 決定要做這個 然後後來我們是直接 立法院是直接把那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有一條修定 所以這條可以涵蓋之前說的 時間線應該是這樣 就是2014年太陽花旋運的時候 大家都是 凱莉不滿意你講的 他現在要補充 補充一下脈絡就是 那時候當年太陽花是 的訴求是先立法再審查 要一個監督條例 對要要求要政府要修法一個兩岸監督條例 但後來因為太陽花之後 2016年之後民進黨執政嘛 後來民進黨政府是就是修 原本就已經存在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裡面其中的五條三 某一項某一條 五條之三 就是如果我們台灣要跟兩岸 要簽什麼貿易協定的話 要有很嚴格的審查機制 就甚至比修憲還嚴格什麼的 所以其實這個條例 存在的意義已經有了 可是現在科粉們就一直很愛吵說 什麼民進黨都騙票啊 說什麼兩岸監督條例 說什麼要修要立法也沒立法 就一直在吵這個 因為國昌老師那時候 他的版本是他要國與國之間 我們當然很樂意啦 可是你要簽下去 你不怕中國打過來嗎 而且因為國與國之間 代表我們整個憲法都要改變 對啊 因為我們憲法裡面 西台灣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就是無理取鬧欸 就是無視台灣現在的憲法的機制 然後搞得現在就是 他們一直在跳針說 什麼阿伯不是反服貌 是反黑箱 沒有現在有很多版本 而且他現在 就我剛剛說的 我們整體下有幾個版本現在 他現在有一個版本是 這是假消息 然後這個 這個事要來對付討厭民進黨的人 另外一個是 阿伯不是反服貌 是反黑箱 就適合理性中間選民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當選後會重啟服貌 這是針對深藍選民 我光是看抖音上面 我們那些留言 我都覺得替他們很錯亂 他們到底想怎樣 但這就是包牌啊 就是我把我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我把所有的 可能的受眾都喊包下來 哦 那就是投機仔嗎 投機仔 那不就也是黃國昌嗎 欸你有看黃國昌跟那個館長 好難看我好生氣喔 他有一個MV叫什麼狗官 不是好先退一萬步來說 這首歌根本一點也不好聽 他們訴求是什麼 就是在罵政府 各種 嚴格算起來他是藍綠都罵 可是他罵了國民黨什麼 欸我跟你講他講 歌詞好像看起來是藍綠都罵 可是他MV的畫面 新的畫面 全部都放 全部都放綠營的 柯文的 不是柯文的那個 賴清德跟蔡英文的新聞畫面 而且我覺得館長他看起來 一直覺得自己很帥 這件事情我很不懂 我就覺得看得好不爽 欸館長長得像林俊傑 有人發現嗎 你會惹到JJ粉喔 真的啦自己去犯 我覺得館長好餓喔 而且他一直說經濟不好 可是他健身房開超多間 對啊 而且他最近又要開一間新的 不是是嗎 然後聽說他健身房的 就是他的會員的 給的反應都不太好 因為我本身是在WARD DREAM運動 就是我已經覺得 這是一個最LOW的連鎖店 就是因為他的 他很方便啦 他到處都有 可是他的確有一些小缺點 Like Like他以前 場內一直有那個霓虹燈 然後我每次都覺得 好刺好刺喔 我覺得我眼睛要瞎掉 你不會覺得 就到了GSTAR的感覺嗎 很熟悉 後來好像很對人反應 他就把這燈拆掉 對 剛剛講到反骨男孩 有朋友們最近在IG上 又愛跟反骨男孩跳舞 我真的覺得 天哪哪來的小丑啊 年輕人原來是愛這種的嗎 底下很多支持者抓狂 你說因為他跟反骨男孩合作 他們抓狂 對 他就覺得 你說的支持者是他的支持者 感覺像他都說 還是反骨男孩 阿伯怎麼會跟這種 Youtuber合作 然後反正 結果這個合作 好像算是有點小翻船 可是我看了就覺得 天哪原來 就是年輕人愛的 就是這種政治小丑嗎 很有耶 可是我覺得 柯文哲也說中國愛他 中國還要他選總統 喔 對 他說中國要他選總統 是幾年前的事情 2016還是什麼時候 他2016就講喔 我記得蠻久以前的 他這麼假就兩岸一家親了 他那時候在台大一訓裡面 就是台大一個刊物裡面 就說中國一直要他參選台灣的總統 後來他好像又 又改口了 又改 他那時候就在台大一訓裡面 就一個刊物說 中國一直要他選總統 但後來他好像又不承認這件事情 就有人翻出 好像中國只是問他 你有沒有可能會選總統 你會不會 但他都覺得 喔中國要我選總統 而且是中國的誰問他 是中國某一個路人問 也是中國人問的 可能中男孩的某一個人吧 我不知道 但比較好笑的是 柯文哲在2014年的時候 他就說 他沒有啊 他就我只當這一任 我就我只做八年市長 然後我之後就要回那個台東行醫 他說 他說是他的人生夢想 他說就台灣 他那時候舉一個例子 美國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他怎麼不趕快滾 他說他意思就是台灣政壇都沒有委任 我還記得他第一任 就講了很多那種很好聽的話 例如說台灣的 台北市長都做不好 就是因為第一任在想第二任 第二任 第二任在想選總統 就完全照了這個路 那你還在自我介紹嗎 對他完全照這個路 我2018還在迷他話 應該也沒有算太丟臉吧 因為他就是講這些話 我覺得蠻丟臉的 沒有他剛剛說的那個回台東行醫 那個是2014年 甚至還沒有選上的時候 對 他就開始就是講這種 自以為清高的話 結果時至今日八年後 看看他在幹嘛 他到底去過台東幾次 可是我覺得現在柯文哲他們 陣營的目標 感覺也不太敢放在侯友宜那邊 他們現在也不太敢打侯友宜啊 因為侯友宜現在 因為侯友宜不需要打 對啊 侯友宜在打自己 他現在有點偏弱吧 然後今天柯文哲還有在上廣播節目的時候說 他已經想好行政院長的人權 是誰 可是他沒有說是誰 是誰 他就說要邀王偉翰成為NCC的主委 蛤 王偉翰NCC主委 王偉翰是放假消息害死外交官的那個人 沒錯 他的抬頭他的目字名就是放假消息害死外交官 而且這件事算是這幾年資訊戰一個非常厲害的 然後重要的事件 他是害死哪一個外交官 就是日本那時候駐大阪 那時候大阪好像機場中斷嘛 被應該是颱風還是什麼 對對對 然後就有人放一些假消息說什麼 喔中國人都有鑽車啊 台灣人沒有什麼 就是因為那時候機場關閉嘛 然後就有人就說什麼 啊為什麼中國人都有接駁車可以把他們載去旅館 啊台灣人都沒有 但其實根本沒這件事情 你說中國人其實也沒有接駁車 沒有但就是很多假消息 就為了要嗆台日友好 就說你看台灣人在日本也沒有孤立無緣什麼 對對對 然後就有一個外交官就自殺對不對 嗯 就是黃偉翰在放那個假消息 對啊一開始就是他先講哪 但最後風向被導成是民進黨在放假消息 反正最後什麼事情都會變成民進黨要背過啦 對所以那件事就很少人忘記是國民黨的名嘴在放假消息 他好像也沒有道歉 沒有啊 他有說他的確講錯但就沒有道歉 他就是人云亦云 然後害死一個外交官這樣 就是網路上的假帳號們就在起風向說民進黨害死一個外交官 所以我們要幫他猜一下他的行政院長會找誰嗎 對 行政院長 欸柯文哲嗎 對啊 應該就是館長了吧 現在黃國昌要當法務部長 然後黃國昌要當國防部長啊 國防部長 我就跟你講就是說沒有啊 因為民眾黨除了柯文哲之外 就沒有什麼人 五三講人才 他也不算人才啊 他找侯友宜吧 我覺得 反正侯友宜會被他打敗啊 然後他就會想說要結盟 要氣保 侯友宜是警政署長OK 要氣保 要氣保 所以要幫他找一個位置的話 就是行政院長給 我覺得他會找國民黨的人 其實我也是這樣子想 我們就是以上 提供給柯文哲參考 對我們等著看啊 聽聽就好 好那今天先這樣子囉 蛤 很突然嗎 很突然啊 那柯文哲罵得不過癮耶 不是你們已經錄了快半個小時 那我們聽眾 我們聽眾都說我們節目太短 沒有也有人說我們長度剛好 你不要只看那些你想看到的事情 我們有個聽眾表示 他從台北開車回桃園的路上 常常塞車塞到一半節目就停完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錄一集 你叫他放那個0.5倍數啊 沒有我們今天就 我們今天來錄一集上中山高下桃園交流道 可是在什麼時段上去的 我不知道耶 因為有高 你現在到哪裡了 哈哈哈哈 你現在過舞陽了嗎 欸虎口會塞喔虎口要塞 林口那段超塞的 對啊 欸我專午連假回彰化的時候 我塞了四個小時才到彰化耶 通常是多久 欸我已經清晨五點出門了 然後你說你端午節就回彰化 對啊 而且我還回彰化之後 回彰化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私訊吳一寧的IG 我也是摸狗 欸摸完狗之後 就問吳一寧說 你什麼時候會來惡靈走走 他有回你嗎 有他很可愛 他有回你 他是本人回你還是小編回你 他怎麼可能會有小編啊 他那麼簡單 他等一下他又有競選團隊吧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是本人回的耶 他有回我 我覺得他很像本人很可愛 我看一下他回我什麼 你說他打QQ嗎 沒有啦 那他有打笑死嗎 還是他寫一首詩給你 是沒有 他跑行程那有時間寫詩吧 我問他說 英寧端午連假會到惡靈走走嗎 他說一定會到惡靈走 到時候希望一起來 括號 不過端午還沒走到惡靈歐謝謝 很可愛 他很愛講謝謝 我就會講 愛講謝謝都是好人 他很認真回你耶 對很可愛 陳寗要發表一下 你的端午連假的行程嗎 我端午連假就是 欸我都在台北耶 喔真的喔 對然後我有去海邊玩 然後你有開車嗎 然後我有暈船 我暈那個游泳圈 我覺得Gay很喜歡去海邊玩耶 你們對於水到底有什麼執著 因為我們想要很陽光 我們需要很多 我們需要很多看起來陽光的事情 我想要特別問 為什麼這麼喜歡去牛奶海 欸我沒有去過 在龜山島依蘭 我沒有去過牛奶海 大家很喜歡包船 而且是一群Gay 然後去牛奶海 而且大家還會帶空拍機 就是拍自己在那個標題上 沒有那個是一包的 那個是一包的 你說包的 你知道那些海上活動的照片 都是主辦檔 就是那個團它會幫你拍好 喔 它有GoPro跟空拍機的畫面 OK好 因為我們喜歡網美照 好啦這個桃園的聽眾 請問你先到哪裡 希望你已經到台北了 好那今天就先這個樣子 他是要回桃園 喔他是要回桃園 我就失戀有點難過 現在頭腦有點打擊 我今天連罵柯文哲 都有點沒力氣 沒關係柯文哲 還會很多事情可以嗎 好啦我們祝那個 Lolisa 回頭事案 早日下船 我有有有 我下船了我下船了 好謝謝大家囉 掰掰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 IG YG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搜尋重新錄一段 追蹤訂閱 還有限動tag我們喔